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接下来关心淡水的消息 曙光季系列活动即将在12月29、30、31号连续三点展开 今天下午新北市政府举办的记者会上 市长朱立伦就表示 淡水海关码头不只有夕阳也可以看到曙光 藉由苏达绿阿福的展出 并且将台湾文化展现在装置艺术上 文明纽约艺文界的装置艺术 然后我们这边又透过这一次 让我们这个海关码头 要谢谢阿福 谢谢徐苏达维 这一个曙光季 这个极限导演的这个展览 这段期间就有静态的展览 我知道接下来有动态年底 对不对 跨年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有很棒的这些表演活动 让很多的音乐跟我们海关码头结合在一起 让整个代庭 从我们老街再到这个海关码头 然后到五月码头真的是非常棒 连结在一起 由音乐界苏达绿阿福将台湾文化及在地精神 与纽约展出引发高度关注 而这一次来到淡水 阿福更规划了一系列的跨年活动 邀请到了老王乐团 以及许多独立乐团 结合表演艺术 要让大家在海关码头一起跨年迎接2019 其实今天来的很多都是朋友 然后第四个支持的困难就是 我可以把场面弄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台下其实有很多我们这一次要准备表演的一些年轻的乐团跟音乐人 那我们这次要做这件事情 当初其实遇到了很多困难 因为当Jason就是徐柳文跟我提起这个计划 其实我非常兴奋 就想说这个计划听起来很翘 而今天这场记者会现场展现相当吸睛的装置艺术 以台湾的造型 还有高山蝴蝶飞舞的样貌 配合光影充满艺术气息 从即日起装置艺术将会展到明年的1月 而曙光季系列活动将会在12月29 30、31连续三天展开 想要来看年轻人艺术展现的民众 不妨来一趟海关码头一起跨年 记者许多安一带去采访报道